第九十四屆奧斯卡典禮终于登场 本届最令人震惊的片段 绝对是今年的影帝威尔史密斯 无预警上台揍了颁奖人一拳 颁奖人大开威尔史密斯妻子的玩笑 引起对方不悦 起初全场还能发出笑声 以为这一拳是安排好的桥段 直到威尔史密斯回到座位上怒吼 现场陷入震惊与沉默 这大概也成为奥斯卡史上 最令人尴尬的时刻 索性典礼其余环节都安然无恙地度过 今年各项奖项的赢家 最佳导演是犬山记的曾康平 最佳影片则是剧情电影《月动新旋律》 最佳国际影片由日本的《在车上》获得 而今年的影后则是由神圣电视台中的 杰西卡·却斯坦拿下 至于全场焦点 威尔史密斯夺得了影帝宝座 他在感言中 以自己饰演的角色来比喻刚才 用拳头替妻子出气的举动 艺术比较生命 我看似狂的父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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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他们说了 彧尔史密斯坦 但爱会让你做狂的事 我希望赢家庭邀请我回来 谢谢 欢迎新闻刘千文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按赞